第507章 世界复苏 送走了一位位七阶帝尊 整个天方世界 道运虚影 瞬间少了一大截 七阶八阶的虚影 几乎彻底没了 四大七阶帝尊 都被解放了 此刻 只剩下了世界之源所在地 那位盘龙道人的虚影 不需要其他人出手 四大七阶帝尊 对付一位七阶帝尊的虚影 太简单了 可此刻 还有人没拿到 云霄帝尊 脸色变幻 其他人都拿到了 甚至包括赤阳 龙主两位帝尊 也派遣了七阶帝尊过来 取走了一颗星辰 唯独他和红月 因为一直迟疑 一直在考虑 到现在 就他们没有了 其他人都获得了 进出天方宇宙的自由权 他们确实没有 此刻 对方开口了 云霄帝尊有些凝重 银月王 还有一位盘龙帝尊虚影 本作要了 不用了 李浩福现在剑门附近 看着他 灭笑一声 之前不开口 现在不需要了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云霄帝尊冷冷看着他 眼神有些阴郁 是稍微有点晚了 四大七阶帝尊解放了 而此地 还有光明帝尊 和耀阳帝尊在 哪怕他强行进攻 他和红月联手 也对付不了这些人 稍微有那么一点后悔 早知道 应该早早要求进入 现在就算李浩给他进 他都有些担心 会被围攻 被围杀 被困在大道宇宙之中 而这时候 红月帝尊 却是阴冷无比道 李浩 不让我们取走一颗 此刻明堂还在寂灭世界 危机还没彻底解除 天方之主投影 随时可能出现 本作和云霄联手 搞点破坏 还是很简单的 李浩微微皱眉 冷冷看了他一眼 一位五阶帝尊 面对一位八阶帝尊 却是没有丝毫畏惧 李浩沉默一会 开口 可以 一百亿大道结晶 我给云霄帝尊进入 否则 别想了 云霄帝尊宁眉 你要 和我收费 开什么玩笑 那些七阶帝尊 一个都没收钱 李浩甚至还主动帮忙 现在 他居然要收费 李浩平静无比 不错 之前 七阶帝尊多 我担心 你们出手 会引起暴动 现在 他们走了 就算没走的 也拿到了大道行程 不会和你们一起 同流合污 既如此 我为何要拒你 为何要让敌人 拿到天方宇宙的进出权 至于你和红月之主 搞破坏 大不了放弃天方 我会联络新武 专心对付你云霄 这时候混沌中的强者 都在感悟天方之道 谁有时间搭理你们 巴不得少 两个竞争对手 还是强大无比的竞争对手 玉棒相争 鱼翁得利 你以为那些七阶之主 会和你们 一起对付我们吗 最好的结果就是 我们同归于尽 李浩看着两人 你们迟了一步 是你们自己太过犹豫 既然如此 想得到 就付出代价 此乃阳谋 我付出那么多大道新尘 就是为了让其他七阶帝尊 不会帮你们对付我们 恰恰相反 现在的他们 恨不得你们拿不到进出权 谁会帮你们 此话一出 两位八阶帝尊 眼神都有些冷力 也是 两人都是八阶 那些七阶 之前恨不得他们当先锋 可现在 拿走了大道新尘 自己就能进出了 这时候 恨不得八阶死完了 也恨不得八阶一个进不去 要不然 七阶机会太小了 现在 有人愿意为了帮他们获得大道新尘 而对李浩出手吗 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红月之主眼神冷立 云霄帝尊沉默了一会 忽然开口 本座不愿和你们起太大冲突 白衣大道结晶 我也没有 是十亿大道结晶 换大道新尘 但是 需要你们镇压盘龙道人 封印至新尘中送出 如此一来 五等不会进入 也不会干扰你们 相安无事 否则 李浩 我和红月拿不到进出权 就是你逼我们此刻强攻 他不进去 此刻 他怕自己进去了 真的会被围杀 四大七阶帝尊呢 至于红月 有个屁用 光明帝尊还在这呢 太危险了 花钱是吗 十亿大道结晶 对他这位八阶之主而言 不算太多 他不太想爆发冲突 既然如此 花点钱 若是能直接让李浩他们 送出一颗大道新尘最好 当然 他会仔细检查的 免得这群家伙 留下什么陷阱 李浩冷笑 可能吗 云霄帝尊却是笑了 云淡风轻 当然可能 此刻我和红月若是强攻 你们未必会有事 可明堂的寂灭手段 会彻底被迫 世界之源还在反噬你们 你们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何则两利 你已经给了其他人 真的还在乎 多给我们一颗新尘吗 他又轻笑一声 明堂若是死了 光明兄会坐视不管吗 会继续和你们合作吗 现在 你们的底气 也有一部分来自光明 可若是 明堂被反噬死呢 光明兄 对吗 他看向光明帝尊 光明帝尊微微凝眉 冷冷道 你可以试试 云霄轻笑 不是我想尝试 也并非为了得罪光明兄 可是 人人都能得 而我云霄和红月 却是得不到 那干脆 全都不完了 他也发了狠 看着光明 你儿子要寄灭事件 我不管 可若是人人都有的机会 我没有 那别怪我不客气 翻脸就翻脸 当真怕了你 双方之间 瞬间气机明智 暗中其实还有帝尊在观察 此刻 暗暗祈祷 干起来 两败俱伤最好 四方欲四位八阶帝尊 此地就有三位 星五七阶众多 此地也有两位 全部敢死 死一个少一个 你们死了 大家才有机会 两位八阶 对一位八阶 五位七阶 胜负还真不太好分 当然 八阶虽强 真要面临五大七阶围攻 红月之主 没大到宇宙依托 大概率会被第一个干掉 其实也不错 散修红月 大家都相当忌惮 一个个强者 都在暗中看戏 没一个人站出来 说上几句 而此刻 李浩眼神变幻 沉默一会 缓缓道 不要大到结晶 要盗运结晶 云霄顿时皱眉 哪来的盗运结晶 一般只有高阶帝尊 才能凝聚盗运结晶 杀醒神的时候 李浩他们获得了不少 在按摩岭 李浩也获得了一些 盗运结晶 是蕴含高阶帝尊 对大到感悟的 这东西 比大到结晶 可要珍贵多了 李浩看了他们一阵 缓缓道 别人没有 我觉得正常 二位八阶之主 没有 你们没有剿灭过 七阶大事件 就算没有 你们自己修炼出来的 也有盗运结晶 这是我最后的让步 或换 或不换 否则 那就两败俱伤好了 云霄之主沉默一会 也开口道 数量不多 搭配一半的大到结晶 李浩 这也是我最后的让步 李浩考虑一番 点了点头 好 说吧 侧头看向光明帝尊 光明前辈 你来帮我们验收 我去镇压盘龙道 人道运须应 对了 这些大到结晶 待会都要给空气兄使用 光明帝尊无语 这家伙 真有意思 生怕我也算计你们吗 给我儿子用 好吧 他没多说什么 还有些尴尬 自己没出钱 嗨嗨 既然李浩不提 那就省一点吧 既然是给自己儿子的 那当然 要验收严格一些 要不然 坑了自己儿子就不好了 而云霄帝尊 微微扬眉 没说什么 他倒是想留点陷阱 对方没有巴结帝尊 未必能看出来什么 结果 这李浩倒是鬼精鬼精的 光明老鬼也不是什么好人 换成平时 也许也是睁之眼闭之眼 可是 给他儿子用 这老鬼大概就会尽心尽力了 当然 也只是顺带的盘算 真没办法 也无所谓 对两位巴结帝尊而言 十亿左右的大道结晶 真不算多 哪怕红月脱离了大道宇宙 不代表对方一点积蓄都没 巴结帝尊出门 不可能家底全部放在家里 身上 才是大头 这个 红月肯定也要承担一部分的 反正也没多少钱 盘龙井 世界之源还在跳动 可此刻 世界之源也没其他手段了 召唤虚影 便是世界之源防守的最强手段 若是以前 无往不利 可这一次 被一位位强大的帝尊 镇压了虚影 哪怕同时爆发 也没用 照样被镇压了 这一刻 世界之源最后的手段 只有一个 召唤出 天方世界 古往今来第一人 最强者 天方之主 一旦对方虚影呈现 九阶帝尊 哪怕投影 也能发挥出八阶之力 可是 这一刻 世界之源 却是召唤不出来 烙印最深的天方之主 却是仿佛消失了 无法召唤 或者对方不愿出现 没了天方之主 世界之源 只是带在高阳罢了 而此刻 唯一还能守护世界之源的 也只有盘龙道人 这位七阶帝尊的虚影了 李浩迅速 摩椅而来 此地 还有两位帝尊坐镇 一个是南权 一个是周署长 此刻的南权 倒是爽得不要不要的 心中美滋滋的 好地方 自己选择的地方 真是个好地方 再也没有之前的后悔了 老子三阶了 还在朝三阶巅峰变化 一步登天 这才是这儿八经的一步登天 就一会功夫 从一阶到了三阶 太爽了 这时候 不怕被撑爆了 只要盘龙帝尊虚影被镇压 他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还怕什么 只是 只有李浩一人到来 李浩 能镇压一位七阶帝尊虚影吗 哪怕不是本体 也很强大的 正想着 李浩挪移而至 看了一眼盘龙帝尊虚影 他曾见过盘龙帝尊 对方实际上也是第一位 他真正接触的天方帝尊 对方 曾指点过他肉身道的修炼之法 此刻 虽然只是投影 但是也是对方本体的映射 是昔日留在天方的一些印记汇聚而成 眼神有些空洞 仿佛没有意识 李浩看了一会 开口 前辈昔日传我肉身道法 我也不愿和前辈动手 回归肉身道星辰 去云霄宇宙吧 虚影无动于衷 李浩默默等待了一会 不再说什么 瞬间浮现万界之欲 大道镇压而下 虚影却是好像没有反抗 一位七阶帝尊的虚影 轻易被李浩镇压 眨眼间 一条金龙一般的道运之力 在李浩长河中盘旋游荡 李浩看了一眼 直奔大道宇宙而去 片刻后 锁定了一颗星辰位置 很快 抵达那颗较大的星辰附近 将金龙道运 全部注入星辰 星辰闪烁起光辉 此刻 隐约间好像浮现出 李浩当日 所见到的那位盘龙道人 对方虚影 在星辰中若隐若现 李浩看了一眼 探手一抓 星辰迅速凝聚 被他压缩 李浩什么也没说 直奔苍穹而去 戒门之外 李浩手持星辰 看向两位八阶帝尊 又看向光明帝尊 给了大道结晶和道运结晶吗 给了 光明帝尊随手一挥 一方凭空压缩的小空间 包裹着无数大道结晶 朝李浩飞来 而李浩还没接下 一抹剑光浮现 一剑将小空间挑走 剑尊笑呵呵地 抓着那小空间 笑道 劳烦了 多谢 光明帝尊微微扬眉 没有说什么 这群人 还真是够警惕的 我儿子可是在里面 云霄之主低沉道 大道星辰给我 李浩却是看了他一眼 笑了 给你 还是给红月 云霄灭笑 低端的反剑计 给我 红月一个没大道宇宙的家伙 拿着也不好放 何况 此刻还得依靠我 岂会和我争夺 李浩 你想得太简单了 而红月之主 也的确没说话 只是默然地站在他身旁 李浩也不多说 将星辰丢了出去 轻笑一声 红月这种欲望之主 能忍住不要天方宇宙的控制权 那真白瞎欲望知道了 红月之主淡然 银月王 这就不用你费心了 说吧 看了一眼天方世界 悠悠笑道 另外 倒是你自己 区区五阶之力 连横的手段不错 可是 一方是光明 一方是心舞 没有自己的实力 银月 一辈子也只是附库罢了 本座看你 倒是野心不小 手段不弱 天赋不错 可惜了 明堂若是真能借机 进入七阶 又不是你李浩 跨入了七阶 光明 倒是多了一位七阶帝尊 还不需要耗费资源的那种 光明兄 一定很开心 此刻 几人 倒是看出来了 之前 他们一直觉得 李浩只是心舞的附庸 可现在看来 真未必 因为之前夺取了大量的资源 此人居然用于培养音乐人了 诞生了许多帝尊 要知道 这么多资源 培养数十位帝尊 也许足够心舞 一位六阶 进入七阶所需资源了 心舞穷的叮当响 培养一群一阶帝尊 有何用 现阶段 需要的是顶级帝尊 显然 这是银月王自己的主意 自己的盘算 包括空气 好像也只是 和这位有关 到了这地步 大家都看出了一点东西 光明和心舞 未必有什么联系 关键在于 这位银月王和空气 关系好像不错 这才是两大强大世界 有了联系的基础 李昊倾笑 那我巴布的空气兄 能跨入七阶 如此一来 下次遇到红月前辈 也许空气兄的 寂灭复苏之道 两极之道 就能镇压前辈 这位散修了 散修 红月之主眼神再次冷力 很快 笑了一声 嘴皮子功夫不弱 可惜 五阶就是五阶 再强的五阶 也只是五阶 话落 不再理睬李昊 而云霄之主 收起了大道星辰 查探了一番 没找到问题 也不逗留 笑了一声 那就提前助明堂贤侄 跨入七阶 光明世界实力大增 光明兄 打得一手好算盘 佩服 不管光明帝尊 如何去想 他直接撕裂大道宇宙 呈现入口 带着红月帝尊 直接离去 再不回去 他还真担心 有人突袭云霄事件 此刻 只有两位七阶坐镇 见他们走了 暗中 有人有些遗憾 马德 居然没打起来了 太遗憾了 云霄之主这个耸货 居然真花钱买了大道星辰 还以为对方会强攻呢 既然两位八阶都跑了 此刻又知道 天方不会复苏 而且 也需要时间去感悟星辰之道 一位为帝尊 迅速从暗中退走 至于空几在寂灭世界 给他寂灭去 此刻 大不了多出一位七阶帝尊 可一旦插手 也许死的就不止一位七阶了 天方不复苏 多一位七阶无伤大雅 一旦复苏 可能会出现九阶 这才是大家关心的事 而此刻 光明帝尊却是不想走 他还想看看 儿子寂灭世界 复苏世界 能否跨入七阶呢 李浩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看了一眼见尊 见尊微微点头 他会在这盯着的 不给对方进入 哪怕对方是空几的父亲 那也不行 在混沌中 可别寄希望对方善良 若是看到了机会 也许这位光明帝尊 也会做点什么 空几是空几 光明是光明 李浩从未将他们当成一体 天方事件 李浩声音传荡 高阶帝尊道运被镇压 此刻 倒是大家感悟中 低帝尊道运的好时机 世界之源 赋予了道运足够的生命力 机会难得 此乃我银月天赐良计 诸位 要抓住时机 珍惜一切 说到这 李浩又道 混沌 就是如此危险 如此的 现实 若非今日 有四大七阶帝尊坐镇 有空几道友的父亲 八阶帝尊光明前被压阵 我银月 根本无法固守天方 就算如此 为了保大家安全 我也只能放弃了那些 高阶帝尊的道运 甚至拱手让出了 九阶大道宇宙 李浩的声音 尽管平静 可此刻 在外的帝尊们 和道修士们 都有些心情低落 有人握紧了拳头 是的 他们看到了 看到了那些强者 带走了一道道 强大的道运之身 带走了大道星辰 看到了银月侯 不得不妥协 让出了天方世界 最大的利益 因为银月太弱 他们不知道李浩具体的盘算 哪怕四位七阶帝尊 都觉得 有些可惜 若是没人捣乱 他们自己来镇压的话 那些高阶帝尊的道运 其实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复活的高阶帝尊道运 感悟一番 哪怕成不了高阶帝尊 对大道感悟 也有巨大无比的帮助 太可惜了 那么多高阶帝尊道运 就这么没了 被一位位强者 就这么带走了 同时带走的 还有天方宇宙的控制权 刚刚还喜笑颜开的南拳 此刻也沉默了下来 轻轻叹息一声 银月拖累了李浩 一直拖累 从走出银月开始 他们奋力去追 可是太慢了 太迟了 成就河道 靠李浩 成就帝尊 靠李浩 李浩在他们身上 烧了太多太多的资源 数十个世界 数十亿的大道结晶 现在 又为了他们 让出了一方九阶世界 忽然觉得 他们太废了 只知道花钱 却是 无法给李浩 带来任何帮助 任何收益 只是一阶帝尊 哪怕是三阶帝尊 在刚刚那种场合下 好像一点作用都没 人多又如何 三十多位帝尊联手 大概也是被一位 七阶屠杀的命 这就是高阶帝尊的威劣 而整个银月 一位高阶帝尊都没有 只有李浩 在一次次的走钢丝 为大家争取一次次的机会 整个天方世界 那些银月修士 都沉默无比 有人在观察道运 有人在汲取能量 有人在感悟大道 有人在闭目苦修 没人说话 也无话可说 落后就得挨打 银月进步得其实超级快 快得不可思议 走出新门没几年 银月已经成为了四阶世界 而此刻 正在迅速朝五阶攀升 可是 太慢了 现在 是七阶帝尊们的天下 是八阶的天下 纵然银月帝尊不守 三十多位 那又如何 中阶的才几人 李浩为他们争取到的机会 远超那些六阶世界 可是 一位为银月武师 都不甘心如此 可又很绝望 无可奈何的绝望 我们其实很快了 可是 还是如此的慢 跨入了帝尊层次 这是往日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之前大家还很兴奋 可今日 看到那一位位强大无比的存在 如入无人之地 进入天方 当着他们的面 带走了一尊尊强大的道运虚影 也只能看着 这种绝望感 无力感 他们很久很久 没有过了 上空 剑尊默默看着 昔日的星舞 其实也是如此 而且 比此刻更难 银月人 好像比星舞人 更心高气傲 也许 是因为他们从未败过 在这位银月王的带领下 这些人 好像一直都很顺利 哪怕银月王 不算最强的存在 可每一次的选择 每一次的谋划 都很成功 所以 银月人 都很骄傲 然而 骄傲没用的 星舞也很骄傲 可夸入混沌之后 星舞其实也一直在颠沛流离 甚至当初丢失了银月 剑尊看了一眼李昊 他不知道 这一次让出那些大道星辰 到底是李昊的谋划 还是说 真的无可奈何 其实刚刚若是反击 虽然会很麻烦 未必就没机会 最不济 也能逃走 保留天方大道宇宙的控制权 可是 李昊放弃了 也直到这个时候 剑尊才觉得 真有些看不透这个年轻人了 他在帝尊中很年轻 在七阶帝尊中 更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 年轻的不可思议 可李昊 才二十多岁罢了 和当年的人王一样年轻 而人王那时候 起码 有老张和自己这些人 一直跟随着 哪怕到了最后时刻 决战天地的时候 老张 小王 帝皇他们都在 都能参与那一战 都能帮助人王 共同遇敌 心舞 不是人王一人的心舞 而银月 此刻看来 只有这位 一直在扛顶 承担起了整个银月的崛起 何其难掩 银月的底子 实在是太差了 只是一方不入流世界 哪怕存在时光之道 可也只是雏形罢了 能短短时日 走出五街 走出数十位帝尊 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 他还在思考着 此刻的李浩 激励了一下 那些银月人 倒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好的 反而露出了一些笑容 瞬间降临到了 世界之园附近 碰碰碰 那宛如心脏的 世界之园 还在跳动 可是 却是有些前驴技穷了 无可奈何 无法反抗 李浩忽然开口 你是生命的源头 诞生生命的存在 应该可以感知到 只是寂灭世界 不是毁灭世界 我有朋友 要修寂灭复苏之道 并非毁灭 创世之道 复苏 还是可以做到的 你现在反抗的越是厉害 消耗的越多 回头 未必能将你复苏了 不如保存有生力量 先寂灭 一旦我朋友复苏你失败 你再想办法自我复苏 也比现在挣扎要强 李浩又看向他四周的 那些大道结晶 开口道 这么一会 八十亿大道结晶 被你烧掉了足足十亿 便宜了其他人 剩下的 我给你留下十亿 足够你复苏了 剩不得六十亿交给我 世界之园 怦怦跳动着 仿佛并无意识 可一方世界的源头 真的一点意识都没有 又如何会反击呢 显然 还是存在一些意识的 不甘心 还是舍不得 我要的不多 而且 大部分都给了道琪前辈 道琪 也是你天方世界的地兵 我不会留下多少 也许 拿个几亿十亿的 满足一下我们的修炼 你并不亏什么 对你而言 很快 就可以再次汲取 大量的大道结晶 可若是你坚持 也许 我会摧毁你 李浩 流露出一些微弱的杀机 片刻后 跳动的心脏 缓缓停下了跳动 四周的那些大道结晶 不再燃烧 远处 一些道运虚影 也开始渐渐暗淡 显然 世界之源 最终选择了停止反抗 不是因为李浩的威胁 李浩的威胁 其实世界之源 好像不是太怕 可此刻 一条长河浮现 一只猫 悬浮长河之上 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世界之源 世界之源 妥协了 二猫 这一只 专门吃世界之源的猫 和苍帝不同 苍帝什么都吃 二猫很挑食 专门吃世界之源 吃了很多 那种感觉对世界之源而言 威胁太大了 二猫舔了舔嘴唇 仿佛有些舍不得 开口 好大的一条鱼 这是这儿八斤的超级大鱼 二猫觉得 自己吃了 可以瞬间降临现世 不但如此 甚至可能一跃成为顶级强者 最起码 不比大猫弱 太想吃了 有些留恋地看了一眼 李浩 要不 吃了这条大鱼 反正也没什么 太大的反抗之力 李浩却是微微摇头 传言道 天方之主是空间之主 可到现在 也没感受到 天方存在任何二次空间 所以 天方 可能是真正的虚实世界 两重空间 而今 只是表层世界 小心吃了这家伙 惹出大麻烦 甚至 将天方之主招来了 人家不在乎 我们在表层搞事情 可一旦涉及到了深层次 小心被打死 二毛文言 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而李浩 探手一抓 无数的大道结晶 再次落入手中 二毛传音 你不自己留下吗 这么多 若是之前不乱用 你全部聚集到一起 也许可以跨入六阶了 之前消耗就高达百亿 现在又获得了七十亿 加上云霄帝 遵给了十亿 接近二百亿 因为正常期接 也就消耗百亿 可想而知 李浩消耗多大 若是都留下 此刻 也许可以跨入六阶了 对李浩这样的 休万阶的变态而言 能跨入六阶 比人家走到七阶 都不简单了 不着急 五阶还是六阶 对我而言 目前还没有值得变化 先提升其他人 将整个音乐 先推向五阶 让到齐恢复 让空气晋级七阶 先将这些人 全部推到一个极致 接下来 获得的一切资源 自然都是自己的了 二毛也没说什么 只是觉得 李浩有时候 太像战了 有时候不像 可比如此刻 好东西先给别人 当年的战 其实也是如此 好像自己永远 不在乎这些一般 换成二猫 他觉得 先把自己提升到了六阶 再说 可若非李浩如此性格 此刻 身边哪能聚集 四位七阶帝尊呢 一饮一浊 也不知究竟是对是错 而李浩 取走了这些大道结晶 看向上空 道其前辈 片刻后 虚影落下 稍微有些紧张和惆怅 因为这一次 他没做到镇压世界之源 之前答应李浩的事 没做到 那现在 现在 我给五十亿大道结晶给前辈 之前 前辈说过 借了一次 需要付出差不多一个七阶大道宇宙 五十亿大道结晶不算太多 若是将七阶世界 换成大道结晶 最少价值百亿以上 最少如此 我便算一百五十亿大道结晶 还了这一次 还欠前辈一百亿大道结晶 对吗 道其虚影有些尴尬 无需如此 我当日也只是 我很喜欢人王的一点 就在于 公私分明 李浩感慨一声 起码 人王会将一些换算成数字 人情这东西 很难用数字去代替 可是 欠下的债 我李浩很少有不还的时候 他笑了笑 而今 我欠人王一方七阶事件 欠前辈一百亿大道结晶 欠天方的盘龙道人 火眼道人 水行道人 一人一次人情 环顾四周 他轻声道 其他人 我应该还完债务了 天方之主 我可不欠他的 该还债的 我都还了 至于寄灭天方 那是空计做的 就算是我做的 也是我的本事 你留下来了 不行的话 你就降临 没这本事 我自然不会来这 寄灭你的世界 另外 就是手中的时光星辰 李浩没提 这可能是占天地留下的 以后 也许也要还回去 他做事 向来如此 不太喜欢欠别人的 哪怕自己吃点亏 那也没什么 稻妻虚影 有些尴尬的样子 李浩却是送出了 大道结晶 钱被收下吧 世界之源 留下了60亿左右的 大道结晶 50亿给了稻妻 剩下的给空计走生死 还有一些 之前云霄之主给自己的 李浩盘算了一下 也许可以给一些 感悟到了一些 大道的强者使用 尽快让整个营业 跨入五阶层次 稻妻虚影 好像吐了口气 开口 多谢了 前辈客气了 稻妻虚影不再说什么 将大道结晶席卷走 一方稻妻 悬浮天地之间 无数大道结晶 瞬间被纳入 稻妻之中 眨眼间 稻妻棋盘上 浮现出一股 强悍的气息 这可是一方 八阶宇宙炼制而成的宝卧 九阶帝尊 亲自炼制而成 燃烧了如此多的 大道结晶 稻妻好像恢复了许多 片刻后 稻妻虚影开口 这一次汲取这些 大道之力 短时间内 我可以爆发 更强大的力量了 若是有需要 可以找我 哪怕戒例 也无需和之前一样 凭空去见 我这 多谢前辈 若有需要 我会开口的 那就好 稻妻虚影不再说什么 看了一眼 顿走的世界之源 也没多说什么 天方之主虚影并未出现 稻妻虚影 也许意识到了什么 也许 对方一直在关注天方 既然如此 他就不说什么了 下一刻 李浩再次腾挪 瞬间降临到了空气面前 此刻的空气 一连死寂 见到李浩 略有不好意思 抱歉 无需如此 李浩笑了笑 十亿大道结晶 足够你走生死了 不过 有个小忙 需要你帮忙 算是偿还一下 我这次为你奔波的事 空气宿目 何事 你待会复苏天地的时候 将我迎月所有修士 先全部祭灭 再复苏他们 让他们体验一次 被六阶帝尊祭灭复苏的感觉 走生死的时候 向灵红玉展示一下 我想让他 跟你一起 走一次生死之道 真正的生死 灵红玉虽然修炼了生死道 可没真正意义上 去走生死道 至于晋级帝尊的那一次 也只能说是一次模仿和尝试 那一次 他甚至不太明白生死 这一次 灵红玉多少有些感悟 也许 该再走一次了 跨入三阶 应该不再有任何难度了 空气还以为是什么呢 听闻此言 笑了 简单 这太简单了 而李浩声音动荡天地 我让空气道友 为迎月诸修 施展一次寂灭复苏 寂灭你们 从寂灭中走向复苏 和九阶世界 一起寂灭 和九阶世界 一起复苏 能否有所感悟 有所收获 看你们自己了 银月这一次 若是还无法跨入五阶世界 我们在此逗留的时间 不会太久了 那想跨入五阶 难了 本来 甚至希望能跨入六阶的 可如今看来 恐怕也只有五阶的地步了 整个世界的晋升 快速晋升 比预期的还要难 也好 和自己一样 到时候 自己五阶 世界五阶 大道宇宙五阶 道也匹配 五阶的双道宇宙 应该也不比一般的六阶宇宙弱了 两位道主若是跨入五阶 联手之下 也能抗衡六阶了 这样一来 接下来若是遭遇一些危机 只要不是面对高阶帝尊 他们自己 都有一战之力了 多谢侯爷成全 此刻 四面八方 赫声不断 没有过多的矫情 只有凝重和肃穆 这一次 吃下了如此多的资源 还无法跨入五阶宇宙 两位道主都想自杀了 而这一刻的空际 不再耽误 寂灭之力 再次扩散 疯狂扩散 没了世界之源的阻挡 整个寂灭之界 瞬间扩张到了极致 从外看 整个天方 瞬间都化为了死灰色 外面的光明帝尊 稍微有些紧张 生怕儿子复苏失败 失败也没什么 关键是 失败的话 那代表两极之道 出现了问题 对空际而言 打击可不小 整个天方 一切都在寂灭 所有人 所有物 甚至顿走的世界之源 此刻都在寂灭 李浩盘坐虚空 任由寂灭之力扫过自己 没有阻拦 也没有抵挡 但是 寂灭之力 却是寂灭不了李浩 他好像免疫 或者他自己也修炼这一道 倒是没有太大的感受 而附近的一些营业修士 却是瞬间 纷纷进入了寂灭状态 整个天方 这一瞬间 只剩下了六位活人 四位七阶帝尊 李浩还有空际 当然 还有一只躲在长河中的猫 哄 巨响声 响彻了整个天方 原本在自传的天方世界 忽然停滞了下来 巨大的离心力 好像要将天地都要甩出去 而空际 浑身都在冒汗 一位六阶帝尊 真寂灭了一方九阶事件 这一刻 面前的生命小花 甚至诞生了一枚果实 香味一散天地 好像一口吃下 可以瞬间得到成仙 空际压下了心中的狂躁 浑身冒汗 看向李浩 又看向天地四方 一咬牙 抱吼一声 复苏 哄 小花破碎 果实破碎 无数的生命力 浓郁到了极致的生命力 这一刻 以它为原点 开始爆发 整个世界 好像一瞬间 从沉睡中苏醒 一股生命力 席卷整个天地 所到之处 瞬间鸟与花香 绿草开始生长 太阳开始浮现 河流开始流动 山川开始波动 银月的修士们 也开始从寂灭中走出 哪怕只是瞬间 却是恍如隔世 那瞬间的寂灭 它们好像陷入了 绝对的安静 绝对的死寂之中 而这一刻 体会了一下复苏的感觉 生命都好像得到了新生 李浩也被这种能量扶过 扫荡自身 舒服地响身瘾 而空记 更是身上两股能量爆发 互相交错 这一刻 一股威压都浮现了出来 七阶的威压 并非真的到了七阶 可却是爆发出了 属于七阶的威压感 空记也在默默感受着 他的寂灭之界正在消散 转而诞生了一方复苏之界 界中 一朵花 再次浮现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之花 而生命之花上 忽然 黑白交错 光明与黑暗交织 生死寂灭 光明黑暗 这一刻的空记 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状态中 他的欲 疯狂扩张起来 闭目 头发都开始黑白相间地生长了起来 这一刻 他感觉 自己走一步 便能跨入七阶了 可是 生死还没走呢 一颗星辰浮现 他一步走上星辰 李浩也不说话 一条长河斩路 远处 剑尊也划出剑语 以大道长河和剑语为依托 这时候 空记朝着长河走去 走了几步 生命开始流失 面容开始苍老 他探手一抓 远处 灵红玉忽然浮现 有些惊恶 李浩看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 传音道 跟着他走 体会一下不同的生死之道 灵红玉面色微动 没有说话 很快 沿着空记的行走路线 沿着长河 一步步走向空记搭建起来的生死桥梁 整个天地 刚处于复苏阶段 而此刻 生死浮现 一下子 所有人好像都感知到了什么 而空记 面容迅速苍老 走到了长河尽头 忽然回头看了一眼李浩 有些感触 有些唏嘘 我这一世 是我交的唯一朋友 希望我不会遗忘你 从四阶 认识李浩 到今日 走生死 六到三级 纵不入七阶 也能匹敌七阶了 区区数年时间罢了 活了千年 最近几年 却是最有意思 最有趣的人生 希望我不会遗忘这一段记忆 李浩笑了笑 点头 希望不会 而跟在其后的林红玉 有些无奈 忽然 有些催促一般的 往前挤了一下 长河波动 空记好像还想再说一句 却是被瞬间挤下了长河 肉身开始消散 落入生死星辰之中 走向了下一世 林红玉头也不回 此刻的他 也是衰老无比 却是忽然传音一句 我走生死 再走一次 比你年轻了 李浩一正 什么意思 比我年轻 哦 有些醒悟 对 也是啊 三十多岁的老姑娘 走生死长河的话 上次走了一次 自己没太在意 这么说 这一次走下来 能到十八岁 李浩哑然失笑 女人 到了这个地步 还不忘记年纪的事 我又没说你很老 起码 比起我认识的那些帝尊 那些女人 都要年轻 当年比你年轻的红青她们 如今都五百多岁了 你 可能是我目前认识 最年轻的女人了 下一刻 啼哭声响彻天地 李浩一挥手 遮挡了灵红玉 至于空气 光着就光着吧 伴随着这一声啼哭 世界也在新生 仿佛天方世界 诞生了新的生命一般 忽然 大地都在回春 世界好像再次复苏一般 寂灭的世界之源 这一刻 也微微跳动 一切的一切 好像都不一样了 而李浩 默默感受着这一切 这是空气的机缘 也是灵红玉的 当然 灵红玉只是蹭了一下 空气的机缘 李浩仿佛一无所获 可就在这一刻 李浩却是轻声笑了一声 大道长河中 忽然浮现出一方方戒鱼 生命之戒 死亡之戒 寂灭之戒 复苏之戒 原本这些大道之力 依附的星辰 忽然溃散开 分成了四大戒鱼 这四方戒鱼 两两对应 在长河两侧分布 李浩的力量 并未提升 可四方戒鱼 却是被他拆开了 化为了四戒 长河之水流淌 忽然间好像多了一些生机 整个天方 在这一刻都清晰了许多 而李浩眼中露出一抹金光 朝远处的世界之源看去 那世界之源 仿佛也在心生 那跳动的心脏 隐约间 好像有双重响声 李浩笑了 天方 比我想象中的 也许更强大 天方之主 到底做什么去了 而这一刻 远处 两条道河开始疯狂咆哮 一条黑狗 仰天长笑 悬浮在空的 银月世界 好像再次出现了扩张 钱无量 红一堂 黑豹 三位强者 这一刻 气息都在迅速蜕变 仿佛也获得了心声一般 伴随着世界之源的跳动 伴随着空气的啼哭声 这一刻 吞噬无数资源的天方 终于正式跨入了五阶 李浩一声轻笑 能正道者 可此刻正道 世界晋升 帝尊之位 再次有空缺了 五阶世界 银月世界 可容帝尊五十左右 这是银月 而之前只容纳了三十位 这也代表 一下子又多出了一堆名额 等到了六阶 也许 比一般的七阶世界 能容纳的帝尊也不少了 这一瞬间 一股股气机 直冲天地 上一次没能晋级的强者们 纷纷狂喜 一个个直冲道合 开始了这一轮的提升 天方 银月的机缘之地 第508章 收获 因而啼哭 世界复苏 生死 寂灭复苏 光暗 正在天地之间呈现 上空 银月世界开始晋级 一位位非帝尊 正在正道帝尊 万物初始一般 在这沉寂的天方世界 诞生了新的光辉 沉寂了许多年的天方 这一刻 好像才真正地重新开始了一般 往日 虽有生灵居住 却是仿佛和世界格格不入 而这一刻 却是不同 仿佛 世界正在包容它们 沐浴在阳光之下 沐浴在生命之中 世界之源 也在缓缓跳动 没有了之前的急促 仿佛获得了新生 适应着新的天地 世界上空 大到宇宙之内 除去被带走的那些星辰 此刻 好像也诞生了一些 微弱无比的星辰 隐隐着着 仿佛顽皮的孩童 眨巴着眼睛 在那漆黑的宇宙之中 点缀出淡淡的光辉 而李浩 闭着眼 感受着天地之间 万道的复苏 寂灭 倒也在寂灭 而此刻 大到好像也在复苏一般 这就是出生的九阶世界 而这一刻 李浩的大到长河中 介域越来越多 都很孱弱 介域 越来越多了 从之前的六百多 渐渐地上升到了七十万零八百 很多道 李浩其实都会 只是 并未凝聚成界 此刻 借着万物复苏之际 他将这些道 转换成了界 他要先具现出一千界 至于新界如何填充 那是他的事了 那都是后续的麻烦 千界化为十界 六界便差不多了 不至于真的要到万界 真到万界 就不是六界了 可能是七界 八界 甚至 九界了 千界 千道 实际上 按照道器中的分布排列 走千阁 其实也才一界 帝尊层次 可那是道 道只是一条线 而李浩 走的不是道 而是化道为界 界 是一张大网 每一条道 都被李浩 扩充成了一张大网 于是 哪怕只是千界 若是能全部具现成界 它就是货真价实的六界帝尊 而且 还是最为顶级的那一种 此刻 诞生的新界 差不多四百个 而需要填补这些小界 一个最少一千万以上的大道结晶 四百个 其实不多 也就四十亿大道结晶左右 关键是 前面的六百界 也需要汲取能量 也需要大道之力补充 有些界 甚至在朝中等世界层次发展 如此一来 消耗更大 而且 属性不同 大道结晶 略有一些损耗 李浩判断了一下 应该要的不多 最多加个一倍 八十亿绝对够了 不算太多吧 李浩嘴角微微扬起 多吗 以前觉得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太多了 太可怕了 可现在一想 还好吧 也就一方七阶宇宙的蕴含之力 七阶宇宙 最少蕴含百亿大道结晶 这么一想 又不算什么了 若是刚刚 不给道琪 不给空技 不给银月众人补充 其实 他还是有希望 由此跨入六阶的 只是 无债一身轻啊 还了很多债了 持一点晋级 也无所谓 关键在于 借机悟道 感悟了更多的道 这才是根本 而今 他面对空技 可以说一句 接下来进入七阶 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已经尽力了 你这个富二代 想正式跨入七阶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六到三级的帝尊 你不吞了一方七阶宇宙 你都不好意思说 你是六到三级的帝尊 人家建尊 李主这些人 都差不多消耗了这么多 当然 李昊自己 想跨入七阶 那就真的是 天文数字中的天文数字了 他也不知道 自己何年何月 才能跨入七阶 七阶 需要几千界得到居限 两千 三千 还是四千 一界堪比一世界 四方欲的世界 被他全部吞了 他能跨入七阶吗 当然 也无需如此 只要不断填充小界 他自然会不断累积力量 虽然没有质变 却是会产生量变 那时候 六阶图七阶 六阶图八阶 也许 都会成为现实 也许 他具现了九千界 还是六阶 可一位累积了 九千世界力量的六阶帝尊 真的还能叫六阶帝尊吗 李浩再次露出一些笑容 想想 都觉得有趣 万界呈现 以万界为基 制造万界道网 也许 这才是自己的七阶之路 化为万界道羽 一般七阶帝尊 只是大道形成网 而自己 是万界形成墙壁 这样一来 自己也许 才算是真正 跨入了高阶层次 前方的路 再次清晰了起来 而不远处 空气正在迅速长大 李浩随意丢出一些道法 以及大量的大道结晶 以纯粹的大道结晶 为空气和灵红玉 补消耗 两人都在迅速长大 而记忆的复苏 当初李浩是通过 袁硕来复苏的 被打一顿 其实 现在李浩有更好的办法 他有经验了 可是 下一刻 他还是浮现在 空气的介域之中 抓住空气 一顿毒打 这也是少有的乐趣 至于灵红玉 李浩笑了一声 没好意思下手 用了倒影之法 牵引对方记忆回归 此刻 整个营乐都在进步 又有人证到帝尊了 上一次错过机会 没能证到的一些 营乐武师 都在迅速证到 金枪 玉罗沙 王明 郝连川 霹雳腿 开山府 红青 以及心武这边 张家古城的那位古圣 还有原品武科大学 早早投校的蒋英李 李胜章 都在证到 这一次 大家无所顾忌了 第一批该证到的都证到了 现在 谁证到 都不算抢名额 何况 名额应该也够用了 二十个名额 人群中 年轻的道剑 这位一直很低调的家伙 也开始证到了 剑一盎然 有些李道衡的感觉 因为受到李道衡的影响 这位不太敢主动证到 以免被人盯上 此刻 在大家都证到了的情况下 他也开始证到了 红一堂一家 算是运起来了 一门三帝尊 还有红一堂 这位进入五阶的道主 而其次 烧引人侧目的 便是刘龙一家人 刘燕 在这一刻 虽然资质不算太好 可在道运不断累积的情况下 此刻 也开始证到了 他们的儿子 刘燕 其实也到了河道九重 只是 距离证道 好像还差一些 这位新生代银乐强者 最终还是放弃了证道 就算成功 也极其勉强 无法靠枪法 知道证道成功 那还不如再等等 这一次 李浩的一些亲近之人 也都占据了不小的先机 猎魔小队几名成员 包括吴超 陈坚 云瑶 都在这一次提升中 获得了机会 有些不可思议地 纷纷跨入了帝尊行列 他们早些时候 并未走出银乐 五百年时间 才勉强追上了 南拳他们这批人 上一次 虽然不少 都是河道八九重修士 甚至比南拳他们 境界更高 可最终 先证道的 却是南拳他们 第二次 在天方大世界 无数道运的帮助下 这一批人 才勉强跨入了帝尊层次 未来 想跨入四街 难度恐怕不小 而南拳这些人 未来进入四街的概率 远比他们要高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投笑而来的水云太后 大骊王朝的江骊主继 大荒王朝的那位公主郡 此刻 也都陆续正道 却是少了西方女王 和大骊王 这一刻 倒也有人心中暗暗感慨 这两位居然跑不见了 否则 以这两位的底蕴 早在银乐时期 就是顶级天王 甚至无限接近半地 按理说 第一批正道的 就该有他们 甚至应该比其他人更早 可惜 两人都跑不见了 而今 连江骊他们都正道了 这两位 也许还是半地 倒也不知是福是祸 毕竟银乐这批人正道 如今都借了不少外力 而那两位若是正道 则是全靠自己了 人群中 还有一位很特殊 也许 是老一辈中 仅存的几位 少见的几位 甚至不该不正道的人 此刻正在看着 袁硕 这位昔日 银乐三十六雄之首的袁老摩 到了今日 还是河道九重巅峰 连刘龙的儿子 都快正道了 而他 此刻已经到了和刘英一个层次的地步 甚至还有一批新生代 正在追赶他 按照年纪 辈分 袁硕才是这群人中 资格最老的一批 还是李浩的师父 此刻 不少人也是疑惑 为何 袁硕还不正道 上次没正道也就算了 这一次 还没正道 二十个名额很多 可也很少 在将离他们 都陆续正道结束的情况下 此刻 名额也快满了 眼看着 还有最后一个名额 这时候 出人预料的事情发生了 一直不声不响的一个家伙 忽然口中狂呼 侯爷无双 混沌第一 信侯爷 正底尊 在李浩都有些惊讶的情况下 一股狂热无比的信仰浮现 大道长河中 虚道长河之上 一条大道疯狂浮现 疯狂增长 李浩侧头看去 有些呆滞 虚道之主前无量 此刻也是一脸呆滞 我的天 还有人 比自己更能拍 天急 怀王这些人 都有些震动 纷纷看向那个年轻人 只见那人 此刻满脸产笑 堆笑一脸 完全不像帝尊 一脸的谦卑和猥琐 远处 侯萧尘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胡青凤 一个光知道溜须拍马 巡业人总部早期的一位 蓄光层次的强者 也算是巡业人这边 仅次于盗剑几人的天才 当初去营月找茬 差点没被侯萧尘杀死 而今 在盗剑这边 只有盗剑正道 而大眼睛 长刀 猎枪几人都没正道 甚至连李浩 早期认下的便宜师弟师妹 胡浩 李梦都没正道的情况下 此人居然以极其特殊的方式 拔得头筹 在很多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下 以狂热疯狂 溜须拍马的方式 居然 正道了 这位 当初可是差点被李浩他们杀死的家伙 要知道 巡检司总部 陈中天正道了 他儿子陈耀都没正道 这位部长都没正道的情况下 胡青风这个家伙 居然正道了 钱无量一脸的不敢置信 这是 什么道 作为虚道之主 他可以感知的 此刻 他感知了一番 呆滞无比 这 世间万道 简直无奇不有 这胡青风 主修之道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是感受到了狂热 谦卑 溜须拍马 逢迎 有些类似于信仰之道 而信仰的 还是李浩 钱无量半赏无言 他们的 我长见识了 这也行 李浩也愣了一下 这也行 这世界上 大道也太多了 太奇葩了 胡青风都能正道 说实话 最后一人 他想过很多人 胡浩 李梦 陈耀 大眼睛 狂刀 长刀 一群人 都有可能 虽然看起来都差了一点 可是 怎么着 也轮不到你胡青风吧 哪怕是星武那边 一群投校而来的夭职 或者战天军中的一些团长 原品武科大学中的一批学员 都比你胡青风靠谱吧 实在不行 新生代的流营 看起来也比你希望大吧 结果 你挣到了 李浩都失笑不已 之前一直波澜不惊的他 此刻 也忍不住主动开口 看向远方 轻笑一声 胡青风 有趣 胡青风一脸堆笑 急忙朗声喊道 侯爷无双 多亏侯爷提拔 信侯爷 帝尊不过轻而易举 那边 怀王看了一眼天极 天极看了一眼怀王 这一刻 两位星武擅长 溜须拍马的帝尊 尤其是怀王 都有些自愧不如 他名声虽臭 可要说连大道 都成了溜须拍马之道 那真不至于 怀王 还是有几分真本似的 而这位 刷新了大家的底线 整条大道分支 此刻 荡漾在天地之间 连大道的样子 都有些像李浩 草 这时溜须拍马 拍到了骨子里了 连大道 都成了李浩的模样 李浩也是被弄得 有些无奈 此刻 刚好空气恢复到了巅峰 听到了喊声 也忍不住一愣 朝那边看去 看了一眼 差点笑出声 这也行吗 这是 河道 空气气息暴涨 虽未真正跨入七阶 可此刻 在李浩看来 纵然不如那时候的剑尊 相差也不远了 真正能匹敌七阶的存在 当然 单挑之下 迟早会输 李浩无奈 摇头 哭笑不得 不知道 我没在道气中感悟到过这条道 不知是新生的道 还是说 在道气后面 也许 连天方之主都没悟过 因为 真正的霸主 岂会 岂会感悟出这种道 这种道 霸主感知不出来的吧 天方之主 若是拿到了这条道 算不算万道圆满了 好歹也是帝尊 哪怕怀王 大道有些阴沉 但是绝对不是这种正大光明地 就差告诉全天下 我就是靠着拍马屁 正道成功的帝尊 这道 如何用啊 有威力可言吗 李浩哭笑不得 此刻 幻化出一身衣物的灵红玉 也忍不住朝那边看了一眼 有些失笑 胡清风 此人也就一直没怎么遇到你 每次看到我 看到袁尸 看到猴部 热情地让人无法招架 真正的没办法招架住的那种 见谁都疯狂拍马屁 丝毫不顾及的那种 拍得你头皮发麻 他一开始不这样的 此刻 李浩回忆了一下 尽管没过去多少年 此刻 还是有些唏嘘 当时 他可是代表巡业人总部来的 在银月行省 作威作福 差点被我们杀死 后来侯不杀要他去巡业人总部 打个前锋 这家伙倒是识趣 只是后来我都快遗忘他了 没想到啊 二十个名额虽多 其他人正道 李浩也觉得不亏 可这家伙正道 他真觉得有些亏了 这算不算浪费了一个名额 说了几句 他忽然笑道 算了 也挺好 红玉你也入三阶了 恭喜了 林红玉也放下了胡清风的事 笑了一声 点头 三阶了 说罢 忽然轻笑道 我这一世 按照现在的年纪算 应该 十八岁 李浩一正 哑然失笑 你居然真把自己当十八岁了 而林红玉 却是不管 他至今也忘不了 当日李浩说的 你三十岁了 比我大十岁 有些老了 老 这句话 这辈子 恐怕也就李浩说过 居然有人会觉得 他老 简直不可思议 若是自己老 那魔那种 老妖婆算什么 红卿如今 都五百多了 算什么 光明大妈他们 岂不是老妖精了 空气倒是有些疑惑 在他眼中 整个银乐人 有一个算一个 除了心母那些 都是年轻人 在乎年纪干吗 就算自己 不算现在 就说之前 一千岁 也是年轻到了极致 有必要提年纪吗 女人 真是让人无法捉摸 空气没在乎这些 此刻看向李浩 稍有遗憾 抱歉 这一次 本来夺取天方 是为银乐和你准备的 结果倒是主要为我服务了 你倒是一无所获 此刻的她 距离七阶 和剑尊一样 一步之游 吞一方七阶世界 必成七阶 而李浩 好像什么都没收获 还白白浪费了一时 之前走了第四时 还是五阶十里 这么一看 之前自己怂恿其他人 为李浩夺取天方 反而有些自私了 其他人 都在为自己服务 关键是 连这一次晋升的能量 都是李浩提供的 至于银乐 其他人提升 也都是李浩之前 自己储备的能量 反而将夺取 四方大世界的收获 全部砸进去了 相当于李浩 攻破了四方大世界 一点收获都没了 这一次 所有人都赚大了 上到四位七阶 下面到银乐珠人 都赚大了 唯独李浩 李浩却是摇头 笑道 不 你寂灭复苏天方 对我而言 收获不小 天方之道 本就在道歧中 有些感悟 今日 世界新生 对我而言 也是一次悟到参考的机会 我又凝聚了不少小剑 那有什么用 又没获得能量填充 空气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而李浩 轻笑一声 好了 空气兄 今日怎么如此婆妈了 不是 那就到此为止 李浩没再说这茶 开口喊道 大家都刚晋级 或有其他收获 此刻 都回银乐世界 稳固境界 稳固大道宇宙 和大道长河 其他人 还没晋级的 先打磨基础 等待机会 银乐跨入七阶难 但是六阶 丝毫不难 只要诸位齐心协力 五十多位帝尊 一起汲取混沌之力 填充大道宇宙 这也许是中等世界 帝尊最多的一家 很快 我银乐就可以跨入六阶 一旦银乐晋级六阶世界 起码还能多出二十位 以上帝尊名额 甚至更多 所有人都有机会 没晋级帝尊的一些人 虽然有些遗憾 可此刻 倒也安心 银乐晋级太快了 从三阶 到四阶 五阶 眨眼间的是 这些日子 诞生的帝尊 高达五十位 简直不可思议 六阶 李浩都这么说了 大家当然相信 这时候 四大七阶帝尊 也纷纷投影而来 剑尊开口 光明帝尊还在外面 空记 你要出去见一面吗 空记深吸一口气 想了想到 算了 今日未入七阶 剑尊前辈 劳烦你转达我父亲 让他先回去吧 我现在很好 也不想和光明 有太过多的牵扯 不是不认 而是 见面了 父亲也好 自己也好 可能会出现一些立场上的问题 新武是大患 可他和李浩是好友 就不能站在光明那边 将新武视为大敌 现在 自己还只是六阶 没有什么话语权 在父亲面前 依旧还是孩子 只有自己到了七阶 六到三级的帝尊 那时候 哪怕在光明神界 也仅次于父亲 那时候 才是自己具备真正话语权的时候 哪怕父亲 也要尊重一位六到三级的七阶帝尊 李浩倒是笑了起来 为何不自己去说 能和你父亲见一面 聊几句 不是很好吗 空气文言一正 看了一眼李浩 许久 摇头 见多了 也烦 李浩 好像父母早亡 只是 李浩擅长时光之道 又擅长生死 没有选择复活自己的父母吗 他略有疑惑 当然 他不知道 李浩的父母 都是普通人 甚至连道脉 星辰都没有 想复活 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 逆转时光 截取过去 从过去中投影现实 如同二猫一般 自然可以复活 可是 此刻的李浩 还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 哪怕二猫 此刻 也并未真正意义上 降临现实 若是单纯地塑造一个父母 其实很简单 可这 不是李浩想要的结果 他想和战天地一样 从过去中 直接截取出来 当然 那时候 也许也不完全是自己想要的 可是 比现在凭空捏造要强 李浩见他不愿去见 笑了笑 也没多说 看向见尊 那劳烦李大叔 也帮我带句话 我也好 空气也好 我不代表星舞 空气不代表光明 只是纯粹的朋友交情罢了 光明是选择和星舞敌对也好 还是联合其他八阶事件 围剿星舞 还是联合星舞 都和我们无关 见尊无语 有些哭笑不得 我可是星舞帝尊 这家伙 当着我面说这个 也幸好我不是老张 要不然 怎么着 他也得拉上光明 当然 因为他不是至尊 所以 倒也没什么感觉 笑道 那好 我去转达 介遇之外 当见尊转达了 儿子和李浩的话语 光明帝尊沉默了一阵 儿子说 暂时不见面 银月王说 你光明的立场选择 和他们无关 哪怕你敌对星舞 也不会牵扯到空井 自己 又该如何选择 星舞 必然是动荡之源 作为八阶之主 谁还没点争霸之心 真给星舞进入了八阶 人王和苍帝联手之下 谁能匹敌他们 光明 何去何从 是和红月 云霄 赤阳几家联手 围剿星舞 还是 真的和星舞联手 以人王的性格 光明 到最后赢了 也只能是老二 到了他这个层次 岂会甘心 给人做小 他很复杂 若是儿子 简单地交几个朋友 压根不可能影响到他的决策 可是 儿子结交的人 有星舞的见尊 有这位虽然只是五阶 却是让人有些 不敢小觑的银月王 有出走云霄的雾山 有晋级七阶的森兰 儿子 结交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群 未来可能影响 整个混沌局势的天才们 我知道了 许久 他看向建尊 我是我 明堂是明堂 建尊既然和他认识 也有结交 那若是我光明 真站在了星舞敌对一面 希望 不会牵扯到他 建尊微微凝眉 很快 开口道 当然 不说其他 我和李主晋级七阶 空级都参与了其中 我星舞人 对朋友 还是有道义的 若是你我在战场上为敌 不管是你光明赢了 还是我星舞赢了 我甚至可以代表人亡 再次告诉你 只要空级不主动对付我星舞 我星舞 也绝不会将刀剑指向空戒 光明帝尊笑了 剑尊是人亡之师 也是七阶帝尊中的顶级存在 说的话 我自然信得过 我也希望 能和星舞和平共处 希望 不会有战场上相见的一日 说吧 跨入虚空 一步跨入大道宇宙 耀阳帝尊迅速跟上 两人一起消失 此刻 光明帝尊 背对着剑尊 有些复杂 星舞 威胁太大了呀 我 甘心就此屈服吗 人亡太过霸道 我不当小弟 让那狂傲无边的人亡 给我当小弟吗 至于两分天地 也得问问星舞 能不能答应 这一刻 他带着复杂无比的情绪 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同一时间 消息 也开始流传 空记并未禁忌七阶 这一点 倒是让不少人安心了一些 露出了一些笑容 好事 空记若是跨入七阶 那天方那边 就足足有五位七阶帝尊了 而光明之主 也离开了天方 并未和空记交流接触 也是好事 这代表 光明之主 未必真的 就和星舞站在了一起 否则 应该会入天方 结果并没有 对方 一直都在天方之外 等待着 而这一日 银月王李浩 这个名头 也开始在混沌中开始流传 因为 按照今日一些强者观察 这位五阶的银月王 好像 和星舞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 光明和星舞的牵扯 就来自于他和空记的交情 而星舞剑尊他们 留在天方 居然不是主导者 主导者 反而是这位之前 一直被人忽视的银月王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好像森兰之主 雾山帝尊 这几位 都是看在银月王的人情上 才和星舞有了一些接触 更是让人意外 区区一方小世界的帝尊 好吧 他们此刻知道了 银月其实也有大道宇宙 可就算如此 也只是刚诞生的世界 这么弱小的世界 这位银月王不弱 可是 想结交一群七阶 也不容易吧 云霄世界 巨大的殿堂中 只有四位帝尊 两位八阶 两位七阶 此刻 他们也在议论里好 云霄之主倒是有些稀奇 这银月王 实力不弱 走得到 好像有点类似于 剑尊的万道皈依 当然 我更好奇一点 星舞 对其没有一点掌控力吗 大量的资源被浪费 浪费在了一群 弱小的银月人身上 甚至连天方宇宙的控制权 都被他交了出来 红月兄 你觉得 能否在这上面 做点文章 之前 攻破四方大宇宙 应该是 满足了剑尊 地窟王 森兰戒主 雾山几人的修炼 这一次 寂灭天方 则是满足明堂的修炼 星舞倒是有些收获 可人王胃口大 就此满足了吗 他看向红月之主 红月之主微微扬眉 云霄兄 是想离间他们 银月实力微弱 离间 有何用 不能这么说 云霄帝尊笑了 对方和明堂交好 若是明堂真跨入了七阶 在光明世界 也有话语权了 另外 森兰 雾山 都是一方霸主 若是银月 真能将他们 拉到一方阵营 别的不说 起码 能削弱星舞之力 否则 据我所知 如今 仁王 苍帝 阳神 武王 剑尊 帝窟王 甚至据说 上次夺取智阳世界 血帝尊 帝皇这些人 都有希望跨入七界 若是真如此 星舞就太难缠了 若是 还加上光明世界的五位高阶帝尊 若是空气也晋级了 还有叛徒 雾山 森兰 之主 就太麻烦了 红月之主微微点头 我知道 只是 星舞和银月 牵扯很深 仁王之前应该见过对方 默认了对方占据天方 显然双方有一些默契 想离间他们 不太容易 那就杀了银月王 此刻 云霄之主开口 他是联络双方的关键 杀死了银月王 雾山他们 也许都会和星舞脱离联系 没了这一层关系 光明帝尊 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此刻 因为明堂和李浩的关系 让光明和星舞 有了一些联合的征兆 这对我们而言 不是好事 说到这 他开口道 我有一点想法 不知红月兄 愿意听一听吗 说便是 我想 让红月兄 去赤阳狱 联合赤阳帝尊他们 围剿星舞 给星舞制造压力 让剑尊 帝库王两位 撤离天方 而我 联络一些人 强攻天方 斩杀礼号 红月微微皱眉 我去围剿星舞 当然 若是联手赤阳 倒也不是没希望 关键是 他开口道 龙主那边 一直没表态 星舞之祸 并非一家之祸 哪怕加上我 在赤阳围剿星舞的希望也不大 可若是加上龙主他们 他眼神一利 冷笑一声 龙主是混沌巨兽 也肯挪移世界 虽然未必能比得上 那仓地 可以占据地理 届时 可以带着世界作战 星舞 必然难逃死劫 而今的星舞 很难缠 因为在任何地方 对方都是主场作战 整个混沌 唯有混沌兽 才有这样的能力 还要高阶混沌兽地尊才行 关键是 带动世界 没有那么轻松 仓地倒是极其轻松 不过 若是八阶的龙主 带上龙界 一起奔赴战场 八阶世界作为主场 那时候作战起来 就简单轻松多了 说到这 他又道 我亲自去一趟龙域 还是要和这些混沌巨兽 达成一些一致才行 至于那银月王 有云霄兄在 剑尊他们离去 绞杀他们不难 关键还是在于光明 光明帝尊不插手 森兰和雾山 不算什么 云霄帝尊点头 不错 现在关键在于明堂 我会和光明交流一番 明堂只是光明一元 光明真想将整个世界 拖入深渊吗 说到这 眼神一冷 星舞不知所踪 可是 光明是助力原地的 他光明 也不是八阶混沌兽 若是光明明丸不灵 那可以先放一放星舞 先将光明这个脚屎棍 给他拔了 每一次 都是光明帝尊掺和其中 导致大家投鼠忌器 毕竟光明世界实力不弱 再这么下去 大家就很被动了 找不到星舞没关系 先把光明这个 不稳定因素给拔除掉 也一样 红月之主笑了笑 点头 这一点 他也赞成 此刻 他笑道 我也希望 四方遇各家 能够联合一致 联手对外 星舞也好 银月也好 雾山也罢 这些家伙 不是星境崛起的祸根 就是背叛世界的叛徒 都该诛杀 云霄帝尊微微点头 雾山 他一直都想诛杀了 活着 对他而言 也是一种折磨 每次看到雾山 都很难受 总觉得是个祸根 身旁的两位七阶帝尊 倒是没说什么 他们和雾山 也有交情 可如今的雾山 已经彻底脱离了云霄 甚至杀死了深海 对云霄而言 雾山造成的动荡太大 也许 下次遭遇 就是诛杀雾山的时候 这一日 各方都在议论 而天方世界 银月珠强 已经回归银月 偌大的天方 鸟语花香 世界新生 却是再无人烟 往日的盗运之地 此刻也消耗一空 再无那些让人感悟机缘的 盗运之地了 而这时候 李浩也准备离开了 到其虚影 再次浮现 带着一些感慨 轻声道 那我再次进入大道宇宙了 他们想找到我很难 何况 我也不弱 只是 你确定这一次 不再封闭银月 而是要带走吗 李浩 这一次 决定要带走银月 这有点出乎预料 李浩点头 带走 银月已经是五阶世界了 帝尊数十人 现在将银月封闭 李浩苦笑 不说 我能不能做到 封闭一方五阶世界 就算真的能 银月出现了大量强者 我 真养不起了 之前还想封闭银月 现在 算了吧 不说他能不能封闭 就算能 封闭之下 瞬间就是几百年 我把我自己卖了 也养不起这么多人 也算是有利有弊 好处就是 毕竟有这么多帝尊在 不说 遇到七阶 但是遇到六阶 大家一窝蜂地上 也能打死对方 坏处就是 带着银月的话 黑豹就不能轻易隐藏了 他能力不如仓地 现在虽然跨入了五阶 可是 想带着银月随意走动 难度还是有的 速度 不会太快 到其虚影文言 点点头 只能说 小心了 另外 上次我曾答应过空记 可以传送你们回来 他后来没用这个条件 我上次在你道河中留下了烙印 你可以 随时传送回来 这一次 我能量足够了 吸收了无数的大道结晶 到其恢复了许多 之前太强的强者 很难传送 如今可以了 多谢前辈 不 是我该谢谢你 到其虚影有些感慨 若非你帮忙 我想恢复 数十亿大道结晶 不说能否拿出来 就算可以 也许 他们的目标 也是炼化我 李浩 你就不曾想过 将我炼化吗 之前 我其实相当虚弱的 你之前的实力 可以镇压我了 好歹 也是九阶地兵 可在这之前 李浩这边人强马壮的 就没一个人想过 要强行炼化到其 炼化一方八阶大世界 说实话 到其自己都郁闷 我被人嫌弃了吗 现在 他实力不弱了 具备了七阶之力 可之前 撑死了六阶十力 这群人 完全可以轻松镇压他的 李浩笑了起来 有区别吗 何况 到其并非攻击性兵器 而是辅助性的 前辈也有了灵质 和正常修饰也没太大区别 炼化前辈 也得养 还得无私地去养 现在 大家算是一种交易 再加上一点交情 不是更好吗 你拿到了到其 不也得养着吗 到其虚影 还是有些不解 可那时候 我就完全归属于你们了 哪怕让我自爆 我也得自爆 可现在 李浩再次失效 都到了要前辈自爆的时候了 那种情况下 想翻盘也难 一样的 若是前辈巴不得找个主人 我觉得吧 空气兄挺合适 等他尽急无望 前辈倒是可以和他联手 尝试一下 人兵合一 到其虚影笑而不语 还是很遗憾 时光修饰 这么骄傲吗 真的 他其实都已经算是明事了 你若是想带走我 其实 我是答应的 结果 李浩那是一再推举啊 马德 九阶帝兵啊 主动说了 要跟着你一起走算了 你他妈的 居然还不要 到其虚影 也是要脸的气灵 这时候 总不能强行往上贴吧 只好一笑 那期待 我们再聚的时候 天方宇宙复苏的那一日 我相信 你还会回来的 那时候 也许会更热闹 而今 各大道星被人带走 被各大世界酝氧 一定很快会恢复到巅峰 那时候 若是能回归天方 天方 可能会正式复苏了 到其看向李浩 这是你的目的吗 现在 各家一定都在运养道星 他们其实也清楚 大道星辰都回归了 天方宇宙可能会正式复苏的 可是 谁不乐意呢 不复苏 那留着大道星辰 有何用 李浩笑道 应该是 一家宇宙 养一颗星辰不难 要是一起养 太难了 毕竟 都是高阶帝尊的大道星辰 我可养不起 说到这 摆摆手 前辈 再会 前辈可以进入天方宇宙了 我会暂时封闭宇宙 马德 真破浅 到其无言 恨不得我马上消失 混蛋 不再多说 有些遗憾 不过 还是扶空而去 只是 传言了一句 天方之主 可能还能窥探天方 这话一出 对方已经彻底消失 李浩微微扬眉 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他早就猜到了 只是 到其居然主动 和自己说了 倒是有点意思 看向天方之外 李浩吐了口气 趁着大家还没在意 我该走了 再不走 也许 有人要来围攻我们了 再看远处的剑尊 李主他们 这一次 恐怕要分道扬镳了 自己先走 这几位七阶 稍后一步 大家的目光 都聚焦在几位七阶身上 他们离去 也方便得很 比自己简单许多 又看向空气 这一次 也许只有空气 会和自己一起离开了 这家伙到了七阶的那一天 也趁早滚蛋吧 空气感知到了什么 侧头看向李浩 去哪 星武在赤阳狱 红月狱几乎被打残了 天方狱危险无比 去龙狱 李浩传一句 谁打星武 我们就打谁 想打星武 龙狱这边 可能会参加 甚至带着世界参加 顺便 见识一下混沌巨兽的道 七阶的混沌巨兽道 我还真没见过多少 去长长见识 人类的道 看了许多 这些混沌巨兽的道 自己还没怎么看过呢 也许 会有一些收获 而黑豹 刚好也是混沌巨兽 去了那边 倒是不太显眼了 那边到处都是混沌巨兽 否则 在这边跑动 五阶的混沌巨兽 除了龙狱 其他地方可是罕见得很 太显眼了 空气点头 他倒是无所谓 去哪都行 不去打光明就好